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次的神粗報料 這條影片我為大家看明天7月3日的八場賽事夜賽 跑沙田的夜馬 八場都是草地 頭場開跑時間是7時30分 我最喜歡的八場夜賽 終於回來的 神粗報料都回來了 其實都超過兩星期 很多期沒有做的 真的不好意思 由我出片的次數都可以看到 從6月下半個月開始 看見好像是屁股 因為心不太在香港 而且是出去玩 真的很棒 上次都是美歸位 簡單來說 不夠火氣 但這次真的有黑很多 看馬方面的動力強了很多 還有今次有些冷門 我有些信心 我會再看天氣 加上變化地的血統 我會今晚或明天 出兩至三隻的心水 都是有分頭的 這條影片我集中說 有不同操練的冷門 以及有些缺貨的馬 大家都要小心 好像剛剛那隻赤兔猴王 連續兩次是有這樣的問題 如果你有聽 一定是避到的 這些是八成九成的機會上不了名的 這些是幫大家縮窄範圍的 你少買一隻馬 你可以買另一隻 或者你不要拿來做膽 其實整局都不同了 我希望神粗布料 大家都覺得是有用的 還有好好珍惜 只剩下5次 好 事不宜遲 立即開始 八場賽事的操練分析 都是我一句的 希望大家不要亂識你們的讚好 覺得神粗布料有用呢 給他多點讚好 因為背後真的花不少工夫去做 不是你們表面看一幅圖很容易做的 好 這個時候開始 頭場的五班千四 這場有兩個邪惡的核心 不是 邪惡的公仔 就是1號的威盡區和4號的山山盛盛 兩隻馬都有不同的操練 一個威盡區其實對上幾次 隻馬我都覺得是操不足的 情況有點像未贏之前的馬上王 以及季初的馬上王 這隻也是的 我覺得他贏的時候的操練 跟最近幾次很不同 但這次終於去到贏之前的操練模式 我覺得這隻馬會是好一點的 另一隻馬就是4號的山山盛盛 這隻馬也是很特別的操練 這次我看到他翻了重發跳 而是28、29連續兩天都出來大圈跳 一貨就是在重發的登山跑道 跳火慢的 拍那隻芙蓉莊 另一貨就是在6月29第二天 連續兩天 第二天就是去草地奧跳火快的 很少看到這隻馬是連續兩天跳的 功夫似乎是加辣了的 好 還有一隻馬就是2號的紅中獵馬 這隻馬是適合的 上次其實賽前也做多個功夫來跑 但我覺得上次或者近幾次 其實跑到跑下去的形勢是不適合的 吃著來跑的 我覺得是混吉的 這次有個漂亮檔 選擇了 這隻馬又適合了 敘手了 快跳是比上次 所以要小心 總括來說 這一場我覺得 西欣霸馬是強很多的 1234也好 戴霸馬 超級亡風上次潘頓這樣跑 我這次怎麼都拿回來了 但現在是大熱門創高峰 老實說 這場有兩個不利條件 第一就是這場對手比以往的對手強了 多了落斑馬 我覺得這一點是對他不利的 另外一點就是這場賽事會多了馬 譬如說增塵跑的黃龍帝國 還有就是紅中獵馬 或者超級亡風都是一些前置馬 元朗之星也是 變相多了馬跟他走底下 我不覺得他的形勢方面好 綜合兩點 我認為這場是不值熱門的 這隻馬我就沒想要的 好 接著第二場 五班的千二 快報速會有的 不過提提大家 缺貨馬是一隻 1-3號的奮鬥紅彩 這隻馬就檢查回 其實服貨之後 是不可以量度的 很奇怪 是休息一會才出來量度的 還有再出來挑的 是有點缺貨的 好 冷門就算了 熱門就小心了 Anyway 看看 現在的熱門是投資有利 買到2.2倍 說過我的斷速 如果之前有聽我分析營造組裝的時候 我都說過 這隻馬上次做的斷速是非常漂亮的 非常漂亮的 比那組四班 每次五班馬來的 但失敗 贏了馬加1磅 因為有中逆禮減 問題來了 中逆禮跑能否發揮得到 這是重點 我覺得快報速會幫助 因為快報速 好實 後上馬 比見雜心跑 有什麼最大的隱憂 找到位 這是第一 第二 撻不撻得著 是這點而已 就是找到位 和撻不撻得著 對後上馬來說是很關鍵的 或者找不到位 或者找不到位 後上馬 有些扭得著 阻滯的 找不到位 就糟糕了 這場快報速會對他有利 第一 衝的這隻馬來說會流暢一點 第二 馬群拉散 對他找位會比較容易 因為拉散馬群那麼鬆鬆的 容易找位 再加上 剛才我們賽前 一早已經選擇榜了 很明顯 你看到很早已經試襲 找了中逆禮跑 所以我覺得已經被他摸熟了 然後再被他下場 即是跑 再加上一個快點的報速 二檔 二檔 一是三位 一是鐵欄 而我覺得 私欄 有一個快的報速 跑短途 會幫他容易運位 因為私欄一晚報速 你跑什麼路程都一樣 有機會失車 但今場如果有一個快的報速 應該幫到他運位 投資有利 我都覺得是繼續開搖 OK 另外4號的魅力仔 上次其實也跑不差 狗有復出跑 還有我覺得這隻馬 留著跑的威力 比之前更強 所以我覺得這隻魅力仔 也是可以要的 另外再數的馬 我覺得那隻 歐洲導彈 也可以拖 因為這隻馬 其實是一隻喘名馬 喘名馬 最好有快的報速 拉鬆馬群 讓他走得順 跟得到 跟得順 就不要喘 現在這麼長 會有這樣的形勢 對比他在季中的時候 跑第四 全城三達 25分 現在是 不 不是25分 125磅 現在是115磅 輕了10磅 這隻馬 冷腳是可以拖的 其他馬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 如果你說這麼多馬 走 對那些我為你 可能是不利的 因為 有馬燒他 他待會賣不到 糟糕 特工的馬 又太力短了 根本我覺得他是一隻 菊草 1000的馬 你試一點點也不行 這隻馬 我就一般 好 第三場 4班的1200 這次看到我比較多口水 花在早段的場次 我覺得早段的場次有得到的 OK 第三場 4班的1200 這組馬我只要認為 有得到的 愛馬線1.3 你憑什麼呢 實驗夢想的賠儡我 我知道你也會回的 但我想某程度上 為何會買到1.3 就是因為鄭俊偉 大家都想去達標 我也想的 只是我舉了情況 最後都很重飛 是不是代表一定得到 他想是否一定做到 是兩件事 OK Anyway 愛馬線 操練沒問題 上次那組 我覺得 他叫我壓著龍之心 都是一個不錯的水準 只不過1.2倍 我就不要搞我了 OK 我只要 QO會預算他的馬 好 有什麼馬可以選擇 齊心同恨 其實操足為跑的 這次 他5月中的小幾日脫卡 是沒有所謂的 完全沒有所謂那麼久 現在7月 還有那些是幾日脫卡 之後做回兩座閘 這隻馬是更好 石心同恨要 古浪非凡要 有一個好看的 這隻馬一定要要 另外再數 年年勝利 你怕他放的 你會快一點 你會拖 不過 如果一對放頭馬 我喜歡石心同恨 因為那班底高一點 而且 綁銅更輕一點 對來說是有利的 這一組也足夠補足 所以我只有3和4都好跑 特別有小神仙 也初戴眼罩 我猜會拉快補足 變相 我只覺得這場 外馬線好跑 古浪非凡都是好跑的 其他馬沒什麼特別 第四場 四班的千四 一組馬都簡單 看我都沒什麼 給什麼 我不OK的標誌 大小智夫 我叫做 初期遲了 都幾個星期 幸好後來 做一番 可能季味也夠用 林文林武 色總笑 一鋪中環三隻 都好 如果明天下雨的話 我覺得一鋪中環當然會提升 那些名次 如果不是下雨 我覺得他頂頭都是屁 上次衝外不是很厲害 他一定要天羽幫手 一天羽幫手 他的威力倍增 好了 不要特別做 熱門的世界 我覺得下場 這場有些馬可以考慮一下 四班千四 徵算謀略正行升 都是好的 不過他的跑法 都很被動很被動 徵算謀略要看他私欄 跑這場不算太快的補速 怎麼找位 我覺得很重要 這場補速是最難猜的 所以為什麼要放三次的次關 因為可以很快可以很慢 什麼可以很快可以很慢 正常來說是德國直徑進天下走 正常來說 但是這場有些馬 是前置而排的大外檔 難道不來 怎麼都要早段劇兩步 例如黃隱複星 極速之星 他們有權拉快的補充 還有一隻就是曉贏 他是一隻跑開短途的急後馬 跑千四會不會抓不住 又放在前面走 我都覺得有機會 所以這一場 我傾向相信 可以很快可以很慢 都要選一個選擇 不要這麼無靈兩可 我覺得是偏快一點 正常偏快 但是未必去到很快 如果是這樣 熱滿精算謀略 正行星 就算是有快一點的補充 希望他們能夠順暢 正行星希望能夠順暢 另外 有一隻馬 我覺得是不錯的 但是 很懶惰的 我不知道你們信不信 都是那句 有6-7倍 或者更好分一點 就買少少PACE玩一下 或者三鐵腳就牽住了 但是WIN就不敢捧 就有7號的齊心勇士 7號的齊心勇士 這隻馬如果下雨 是剛剛跑的 而且這隻馬翻步晚 上千四也特別好 還有一件事 這隻馬不是谷草馬 因為翻步比較輪盡 而且偏晚 我覺得他由谷草千二轉 沙千千四 是會有不同的 如果你說這一組 我選了3 再拿一隻鹿 都好像沒得馬選的 拖多隻腳 齊心勇士 幾十倍 可以拼 不就算了 可以的話可以整件事 派賽 很好分的 這是冷腳 下雨我會要回他 第六場 三班的千二 沒有理智愛平 我覺得是很大機會的 因為這一組不強 叫做他上次弱組 蝕盡跑得好 放這一組不強 都可能夠用 其他馬 再選擇 有些馬 我會照搏 例如八生八戰 他有一隻PP的身份 就是轉五歲 如果他要搏優異成績特別獎金 三班的頭馬100萬 你看到他放在潘洞 他肯定想搏 所以我又不懷疑 他的戰意 這隻也是搖搖 因為其他馬 沒有馬好選擇 所以我們說3T的那三關 第四場 第六場 都是簡單 尤其是這一場 我覺得不太多馬選擇 其他馬的 新馬 紫荊 站方 也會說少少 紫荊 站方 其實就是 是一隻長途血統的馬 所以我覺得他千二嫌短 如果下雨的話 對他的隱憂為細 因為他外地會跑爛地 以及 如果你跑下雨地 尤其是對出賣 最好有些血統根據 或者有些長途根據 會比較好 因為你跑下雨地 其實對他氣量的考驗更加大 如果跑1200 我想可能要1300 就氣量了 對他來說會有一點好處 實力哥 其實 我只是想指出一點 為什麼我剛才說李子和平 他和李子和平同組 李子和平其實那組是弱組 為什麼呢? 一來我覺得那組有些很奇怪的事情 比如說 賢者無敵再出 都是批的 不是很厲害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那組其實勇創派對輸不遠 因為大千世界 都輸不遠 大家一排馬 一至八名是兩個馬位 一起過重點 而有什麼勇創派對 甚至大千世界 沒有表現的馬 都輸不遠 反映了 那組可能 是弱組的 所以實力哥的場合 是打到盡而衝近 如果這一組成為過熱 我覺得 不夠多 變相 你知我平我純粹要回 或者八生八戰要回 都是拼他 你知我平上場 虧得很厲害 然後八生八戰 我就拼他的鬥志 一定想拼他一球 所以我覺得 要買 OK 第七場 三班千六 這組馬 我覺得 可以選擇的馬 都不少 正正路路 加州王者 真程一定對 不是1400米馬 那麼短嗎 不是的 想程對 起年勇敢 也好 特別美麗也好 因為跑法機動 特別美麗 特別美麗 因為排了五檔 而放回前 他未必好像上次 被迫著流口 就爆得那麼厲害 放前一點 沒段 有沒有那麼厲害 當然沒有 這隻馬 有點尷尬 但上次也好 只不過上次 你又要想 特別美麗那組 信心之選 那麼難贏的馬 終於贏得 第二名那隻 是他 特別美麗 其實千四 也有些 怎麼說呢 其實他有些 見盡了少少 然後再數 年年豐富 阻出 不可以 這隻馬 也是黑馬 赤兔後王 缺貨都跑了第四 初上前六 之後又是不行 因為他缺貨 我想說的 其實那個組合 不是很厲害 變相 我會稱先多些 例如 起年勇敢輸給程王 年年行運輸給程王 起年勇敢 我會跟他做 三七我會要回 一些新侵入來的對手 加州王者 博了真情 是肯定會更加好 其他馬 沒有的 長在然覺得 我其實 由他輸給敏捷城區 賺了 部速 和場地形勢開始 已經是盡了 我也是盡了 我也是盡了 再數 這一組馬 你不用怕那個檔位 排中外檔更好 因為數來數 他只有9 電子轉旗回方 你跑一千六 你不用怕中外檔 因為 這麼長的路 600米800米 給你慢慢埋 怕什麼 失埋到 以來 這二三碟馬 都跑得好 因為當部速慢 浸浸蓋 在外面 你入面就走死位了 只要這場部速慢 跑私欄的話 你排內檔的後上馬 是很大機會實斜 如果是這樣子 我這些事 除了 HC il 年齡爍 我不怕了 如果下雨也會看看 我更加的 因為 對方2 3 都要充長 原來 下雨對他 幅數的馬 當然有大負荷 他買 下半季才開始 進去 仍然á 現在 如果下雨 我就買了 這只 好 第八場二班的千四 沒什麼好說的 我就買下五的 我貪他 一樣東西而已 又是要搏那一球 而今季已經沒有二班千四 喂 威力賓騰不用搏嗎 不是不用搏 他這場不行 還有一場二班千二 在殺科那天 還有 我知道 威力賓騰是PBG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一球 但天樂二一定想搏那一球 九五尺都想搏那一球 這些我覺得鬥志是繼續鮮明 特別是天樂二上次做的段速水準也是好的 那天其實兩組三班千四 很明顯他那組比那組好如意 和川河公區那組快過那組 還有他的末段是做22.29 是很厲害 輕鬆彈奪贏 背著135磅 那麼久沒有跑的馬 不要忘記他有一隻有口的馬 有口的馬在那場晚補充 他都留得到 那麼久沒有跑 其實那隻天樂二上鋪很厲害 這次還要很坦白 升班背著輕個綁 然後就是 那一球 最後一次機會 二班千四季六 只有一組 他沒理由縮回二班千二搏 一班又沒有賽程 他不夠分排一班千六 所以 最後一次機會 如果他想搏那一球 他只能轉五歲 不能搏 就是這次 所以我寧願看看會不會馬主鬥士鮮明 希望隻馬生生勝勝 不會又爆肝 又爆肝了 沒話要說了 而這場也是好跑的 美好世界放狗 尺套放狗 守著二碟 博士又好二碟 二碟機會大 二碟第四位 是吧 我覺得他會是 反而 只要飛數配合到 不會完全沒有飛的話 都會在這裡 OK 好 這段片分析了八場 總括來說 今次賣有得到 有得到的 我都有幾隻的心水 不過還要測試變化地賽 根據 還有看其他因素 再作決定 今晚稍後 會出賣心水片 或者明天出 OK 總括來說 今次我有點信心 希望幫到大家贏錢 最後祝大家好運 還沒給LIKE 今次有給大家